政府主席、吴院长、行政院的团队 今天我要向各位说明我担任立委三年半以来 在立法院跟行政院之间的探讨 我是觉得我们国民党主政之后对整个台湾的建设做得相当的多 但是就是在基层方面没有好好地去宣传 让所有的民众来了解政府究竟做了哪些的工作 比如最近去年八八水灾,你看马总统他多认真 还有吴院长多配合在地方做了多少的工作 你看现在八八水灾,九二一大地震 这个组合屋,以八八水灾的永久屋,你看差了多少 但是现在永久屋盖得非常漂亮,像别室一样 但是这些政策都应该透过媒体,透过新闻报导来宣导 大家才能够比照,比较,谁做得更好 所以今天我是觉得总统主政之后三年半以来 对我们台湾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尤其在吴院长潜力的配偶之下 像在我们南投县的农业县,过去民进党主政八年一条农路 路面都不铺,水锅都不做,野稀也不整住 到国民党主政之后,做三年半来 我们的水宝局为我们农村做了多少的农路 整修了多少的野稀,还有博侃做了相当的多 都让我们甚至体会到政府 确实实在有在做事情 但是都缺少有效率的报导 所以在这边我也要呼应 我们的主政党和宣伦局能够赶快来收集我们总统还有院长 这三年半来在基层每一个角落所做的一切 为我们国民所做的工作赶快来入住 然后在地方的地势台播放 让所有的民众能够了解 这样才能够发挥真正的效果出来 让一般的老百姓 他对政府的施政说实在了解不多 所以要透过地方的地势台来播放 相信效率一定会很好 同时也会增加政府对地方的这种族行工作的效率 才能够显现出来